看看新闻网 虽然旅途疲惫 但是开口就跟记者聊起了工作 今年我的电影 刚刚拍完的电影可能要上了 然后在暑假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戏剧上的安排 虽然四年前闹得满城风雨的 离婚新闻已经烟箱云散 贾静文自己也已经释怀 不过一个人带着孩子 既要工作养家 又要更多时间陪伴女儿吴同妹 大美女是不是有些忙不过来呢 还蛮轻松 就是在把所有的时间 其实分配都还蛮好的 不管是跟我女儿的相处 还有工作上的安排 虽然一个人照顾孩子很好 不过之前女儿吴同妹 不是吵着让妈妈 再给自己找个新爸爸吗 贾静文你到底有没有行动啊 这个就是他小朋友嘛 就是有那种很多自己的想法 然后每天天马行动 很多的变化 就是这样子 其实你是没有这方面的进展吗 目前就这样 我们今天是后梗的活动会 我个人都发急了 眼看着贾静文想打个花枪 要转移话题了 我们的记者可没那么好忽悠 紧追不舍哟 现在小朋友跟爸爸 今天还会有些互动吗 还是完全没有练习 其他怎么觉得有地震 非常好的互动 大家都很好的互动 对 谢谢 谢谢 娱乐清天地 贾静文世子不谈爱 上海采访摩摩当